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都出一集 每天更新不简单 我的回复是 经常都在挣扎 为什么挣扎 因为我希望我做出的作品能够被很多人接受 换句话说 经常会落入一种追求完美的心态 追求完美在作品上为何 因为希望有一天会成为网红 有所求 要成为网红 为什么网红 因为有名有利有地位吗 我在追求这个吗 探索更高一点的层次 网红再上去 其实追求网红是为了什么 追求存在感 什么感 存在感 什么感觉 其实追求那种舒适感 那种快乐的感觉 那种幸福的感觉 那种成就感 其实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 坦白讲 做出完美的作品就会成为网红 就能够得到那种存在感吗 其实很多的大成功 说白了 需要靠什么呢 运气 很多的大成功 很多时候都是意外 这有的时候不容我们去否认它的 不得不承认 其实运气大一些意外的存在 是对我们的大成功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我在追求完美的话 一定会成为网红吗 不见得吗 可是追求网红一直挣扎的话 就不会得到那种存在感 因为还没有得到网红吗 所以与其这样子 不如直接就去追求那一个吧 怎么样才会得到那个幸福感 快乐感 舒适感 跟成就感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关注力 关注力在哪里 关注力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因为一旦我们做想做的事 心里面就很舒服 一旦舒服的话 就会屏蔽掉外在对我们的认可 给我们的那种快感 因为自己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想做的事 那就已经满足了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做视频 对我来讲 也是一种很舒服 我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因此虽然挣扎 可是那种挣扎 跟另外一种的挣扎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志愿的 今天要跟你谈的就是 为什么不要追求完美 因为当我们在追求完美的时候 一旦追求完美 它就会让我们觉得 这个时刻不是要行动的时刻 所以我们要多准备一点 为了得到完美的作品 所以当我一直在准备的时候 它就压抑了我的行动 一旦压抑了我的行动 它就不会有作品出现 不会有作品出现的话 就不会被世界看到 就更难得到别人的认可 或者是更难传播 我们的一个自我品牌 更难被看见 所以做出作品更重要 因此我有一个想法 每当我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灵感 或者是在挣扎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自己 完成比完美更优先 完成比完美更优先 只要我完成就好 降低标准不一定要追求完美 我完成就好 因为我把更多的关注力 放在个人的成长 而不是放在被人接受的结果 不是放在完美的作品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想 再重复一下 就是完成比完美更优先 把关注力放在个人的成长 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 按下这个录音键 然后开始录影键 开始去录影 录自己的视频 每一次每次的挣扎 都在提醒个自己 其实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只要去做就好 只要去做就好 有做就好 当我们有做事总比一直在准备来得强 成为行动的高手 而不要成为想法的高手 想再多没有行动 那也是妄然 浪费精力 内能的耗损而已 以上今天跟你分享 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也希望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告诉自己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把自己的关注力 放在自己的成长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